大家好,我是胡胡騎士 今天來給大家做的這個開箱 它是叫做Truck Commander 卡車指揮官 編號BC01,BC藍色馬戲團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 我可能是眼睛有問題 這個LOGO,我一直到今天之前 我一直覺得它是一條藍色的魚 就是它的魚的頭,兩個旗,一條尾巴 一直到今天早上我才去會議到說 原來這是一個小丑的頭 紅色當然是鼻子 兩條香腸掛在嘴上 兩顆眼睛,小丑的帽子 兩邊應該是白色的 不管是頭髮或者是棉花類的裝飾品 真的是,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一直誤認為它的LOGO是一條魚 但遠遠看起來也有點像 產品是稍稍有點尷尬了 我之前曾經PO過一張 HESPO的MPM04的一個各種 牙種啊,各種KO山寨的防品的一個對比圖 那麼這一款BC的版本呢 就是不大也不小 然後配色是它唯一的一個賣點 就是它是一個接近於DA28一個比較暗沉的配色 但是呢,相較於黑曼巴那麼華麗的造型 還有改模以及豐富的配件 這一款的話就確實是讓人家覺得有一點不上也不下 你又沒有辦法跟LTE的兩款比較精美的華麗的精緻的塗裝來相比 所以這一款大家也是觀望的比較久 我呢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解一下MPM04 這是官方版本 它的一個煙囪跟這個車頭的部分 整個密合包括這些地方 全部都能夠卡上去 完美的變形的情況下呢 我說過了我大概變了50次左右 那我在這邊呢提供一個 我發現了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點 車頭這個部分呢我不知道怎麼變 反正變久它就自己能夠卡住 煙囪是一個最大最難克服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關鍵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中間有個凸 本來它應該扣在一起 但是我故意把它往兩側撐開 甚至我怕它滑進去 我還把兩條腿做一個錯位 錯開 基本上呢它不影響它的一個滾動 在這個情況下呢 讓兩條腿盡量往外掰開 因為它的這個灰色的這個部分 本身就是太短 它已經沒有辦法繞到外側來 跟銀色的部件做一個結合 這個是銀色的那 如果這是銀色的那 一條場管 這是這個灰色那個場管 它從裡面延伸過來 是要卡住它 基本上它沒有倒勾 KO版都有一個倒勾 所以可以勾得很緊 官方的沒有這個倒勾 所以勾不緊 那這個灰色這個部件呢 通常呢都會在銀色部件的內側 所以它還往裡面跑 所以會離得更遠 我們就是硬要把灰色這個部件 拉到外側來 然後用銀色部件 唯一凸出來這一點點的小凸 去卡住它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一個外觀上看起來 好像還是有殼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我們必須盡量的幫助灰色的這個部件 往外面做一個延伸 所以你這兩條腿 你就必須要撐開 讓它能夠從外側往內 去壓住銀色的這個支管 所以呢可以達到一個看上去呢 好像是已經完美變形的感覺 先對原色版本 還有HESPO版本 做一個大小尺寸的對比 大小的話呢 放大的比例呢 這個很難說 我覺得至少應該有百分之 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一個長度吧 大概前方的這個車輪的這一塊部分呢 是整個是多出來的 高度呢 當然也是會搭上非常的多 那麼配色的話呢 各位可以從車頭的銀色 跟它這種鐵灰色去相比 延伸到後方各部的這些部分呢 原本官方是銀色的 到它的身上呢 全部變成了鐵灰 那即使是後方塑膠的 原本的這個成型色來說 它呢會稍微黑一點點 這個部分是黑一點點而已 並沒有黑上非常的多 然後輪框的那一側呢 它也是變成了一個鐵灰色的一個配色 而原本HESPO版本 這是一個銀色的塗裝 火焰溫的話呢 它就沒有白色的邊了啊 這一點的話 就比較略遜於官方的這個配色版本 不過可能是遷就到它要一個 比較低調的一個配色吧 而它最迷人的地方呢 其實是它的一個車窗 它是黑色的 這個連黑曼巴都不是黑色的車窗 所以你如果想要這種黑色車窗的配色 恐怕你也只有這個版本 可以去做一個選擇了 那後方的一個大炮的部分呢 也是有比較暗沉的一個塗裝 而並不是像官方一樣 是一個純粹的塑料的原色 上方可能會拍到有一些灰塵啊 這個玩具我已經擺在外頭也是擺了幾天了啊 那後方一樣是配備的雙刀 那以及我之前好像節目有講錯 其實官方的這個版本也是配兩把刀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說它只有配一把 好吧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它一個本身模具的一個密合的一個程度 這一款的話呢 我手上的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 呃變形來講是比起黑曼巴的版本 會流暢的很多 因為它的大小沒有到那麼樣的巨大 然後呢 它的一個車窗的這個部分 還有煙囪 這個呢都是可以達到一個密合 而且不是很難啊 基本上是挺容易去操作的 那它的這個幾個部分 我通通都扣上位了 它的一個煙囪的一個設計呢 它是這個之前在做LT的時候呢 我應該有跟大家講過這個 它這個煙囪這個部分一旦扣上之後呢 甚至緊到呢 不是讓你很好去控制啊 我這邊把它捏開了 看這邊好了 你看到沒有 它上方 這個部分它多做了一塊倒勾 官方版本是沒有這個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說的這個 這個部分 官方的這個黑色這個部分的本身 它就已經不夠長了 所以呢 你看它這個部分是銀色的 上方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倒勾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凹槽 它是這樣子去把它給勾住 這樣子 它是以這種方式去做一個結合的 那當然我們在變形的時候呢 是你可以先勾這邊再扣這裡 利用塑膠的韧性去扣都沒有關係 這樣一來就可以很輕鬆的去 去達到一個密合 這也是LT之後的一個 MPM04的各種山寨KO的一個特色 都是會把這個勾給做出來 接下來的這個舊化塗裝 為什麼是舊化呢 因為它並不是戰損 它的身上的這些斑紋啦 這些像生鏽的這些 烏垢啦什麼的這些 它是比較像呢 放在那年久失修 沒有去開動它的那個卡車 身上慢慢的 因為歲月的痕跡 而衍生出來的各種髒污啊 而非是戰鬥中造成的各種刮傷啊 或者是破損的那種 那種還叫做戰損 這個頂多是叫做舊化而已 那這裡要跟大家提一下 它的車頂這一代 稍微有一點點的這個油漬的一個感覺 這是因為呢 我在這兩個部件翻折的時候呢 我第一次變形的時候 覺得它有點緊 我怕把它弄壞 所以我上了一點細油 那後來在塗擦拭的時候呢 一個不小心的抹到旁邊去 所以它兩側 這個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光澤度 而且這已經過了兩三天了 它還是沒有退掉 以及相通的情況 在這裡也有發生了 這塊部件的翻折 還有這一塊啊 這個請各位就是理解一下 這是我個人之後處理 去破壞一下它原本的一個配色了啊 那可能我之後再給它補個消光劑 看會不會好一點 但是我現在不敢做嘗試了 那它的一個 讓我覺得難能可貴的有兩點 第一是它的一個這種舊化 這種秀應該講秀化啊 應該講秀化 這個呢 處理來講非常的自然 很自然啊 這些部分細節給各位展示一下 後方就很像 那種啊 就堆放在這個路邊啊 都沒有去整理過的一個車輛的內側 輪框內側啊 這種 生鏽的板紋真的是做的挺好啊 後方這裡也是一樣 那麼呢 另外一個則是它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舊化是非常完整的 它在人型跟車型狀態下的一個 舊化塗裝的覆蓋度呢 幾乎都是達到99%以上 這一點的話呢 我是比較驚喜一點 當然你在變形的時候 你會經過一些反折 你會看到有些地方還是光鮮亮麗 是跟這個原色版本一樣的 但是在變成 完 變形完成之後 不管人或車型 那些部件都會被覆蓋掉 那以及它還有一點挺有意思的 它的這個原本的這個就是黑色的車窗了 但是它這個裡頭內側呢 還有再塗一點點黑色的這個漆 導致於說它這個反光你看 它的反光 它的反光的一個角度呢 會比這個原色的版本呢 還要再更加的廣 也就是說它比較容易去變成這樣子的一個 情況 蠻容易就會 因為它內側是黑的嘛 這學過一點物理的話 你應該就會明白了 那這個模具的話呢 是兩者模具是完全一樣 並沒有再多做其他的改模 那要提一下的是呢 不管是原色版還是舊化塗裝版 它都有多附一組的鉤子 那麼這組鉤子呢 在盒子裡頭說 它是沒有包裝在一個固定位置上 所以你拿到這盒產品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裡面有東西來晃 就是這一對的鉤子 然後呢 這個鉤子呢 是它的 也就是說呢 它的一個武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的 雙刀 也好 或者是這個大炮也好 都是有做一個舊化塗裝的 但是這個雙鉤的話呢 就沒有做了 或許 如果要護航的話 就理解說 它這個是能量的一個鉤子嘛 所以當然不可能舊化囉 而最後要講的是呢 在舊化版本的領導模塊呢 這個塗裝上去之後呢 本來它就已經是金屬部件了 再加上這種塗裝之後 感覺質感呢 會非常的一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人形比例 很尷尬 不大也不小 比官方的MPM04呢 大的比較多 但是直追黑曼巴的版本 只差一點點 而在塑膠的一個感覺上面呢 我認為BC01是比較接近於MPM04官方版本 不像黑曼巴的版本呢 放到很大 但是相對 好像有那麼一點脆的感覺 而在變形的手感上呢 則又是 B701比較靠近於黑曼巴的版本 畢竟它的尺寸放大 是比較接近於左邊的黑曼巴 而跟MPM04的變形手感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們把黑曼巴的版本呢 拿到一旁之後呢 只就BC01跟MPM04做對比 你就可以感覺它的體型 真的放大了很多 配色的話呢 原本官方版本的這個銀漆的部分 全部變成了鐵灰色 那包括這個胸口的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腳底板的配色呢 全部都不太一樣 包括藍色的一個部件 原本官方的這種有點鮮藍色 到它的身上就變成了是 仿佛是一種消光之後的藍色的感覺 這樣子看其實它有一點點2D的效果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耳目一心的一種感受 而最成功的一點呢 我覺得是車窗吧 這個 剛剛我已經讚美過了這個黑色的車窗 僅此一家啊 這個黑曼巴的也好 或是LT的也好 都沒有做出黑色的車窗 只有BC01做到了 那麼關節的緊實度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都是他們的一個基本功了 腳 那唯一的問題可能就是這個腳的側踢啊 這個側踢的時候呢 這個支撐力度是幾乎是沒有啊 這個腿是太重了 怎麼樣 這個下方的話 感覺呢 就整個的沒有 因為我側踢是沒有任何的支撐力度啊 幾乎沒有 比較可惜一點 那這個側踢的這個齒輪關節的話 官方是本來就沒有了 本來就沒有 但是因為官方這個支撐力度的話 是明顯的比BC01這個要好上很多 其他的部分呢 這款的做工整體來說呢 我倒覺得是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幾乎沒有什麼毛病可以挑 那麼這個換臉的這個機制呢 當然也是會保留下來的啊 換法也是完全一樣的 往上面抬上去做一個正常的一個轉動 再把它給換下來 當然這個關節是轉動上是稍微有點偏緊的啊 在操作上的話呢還是小心一點 頭雕的部分呢我把鏡頭拉近做個展示好了啊 這個面雕的話我覺得是 算是做的相當之可以 可能是因為臉部整個是暗沉配色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他的這個鼻樑以下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整個陰影的感覺呢非常的強 這樣看 好像整個就是為什麼嘴巴整個都變成黑色的 但是你如果光打得夠強的話呢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實並不是整個黑 只能說這一代的一個凹陷的一個造型 實在是太多 眼珠子的話呢 裡面呢還有點出一顆小小的瞳孔 那麼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 這一塊藍色的這個下巴這個藍色的部件 我在做Bumblebee電影的那個L級的OP的時候啊 可能就是這一塊眉圖 導致於整個臉非常的難看啊 這個真的是有比較之後呢 才知道說原來這一塊部件是這麼的重要啊 最後呢就是對比舊化塗裝版 還有原色版本的差別 在這個對比之下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這個紅色的塑膠的這個原色部分呢 好像變得比較鮮艷一些 這個真的是有對比啊 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那兩者的模具一位是完全一樣沒有做任何的改模啊 所以呢這個細節的部分也就不提的太多 直接近距離的給各位做一個展示 這個是一個口罩的版本啊 然後這個當然也是可以換臉的 但是呢這個有點小烏龍啊 不知道大貨的情況呢是不是會有所改善啊 我手上這一款的話呢 它這個漏嘴的這個部分呢 居然是沒有塗舊化 等於是這兩側的部分呢是有點搞笑啊 沒有沒有塗上一個舊化的感覺 當然我自己要塗也是可以 我是不知道實際上最終發行的時候 大貨是不是這樣子的一個一個情況啊 有點搞烏龍啊 你可以看到翻到內側之後呢 裡面的這一些藍色的部分呢 都是一個沒有舊化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提到說的啊 你在這個人型跟車型下的一個覆蓋的一個面積達到99% 但是有時候呢在變形的過程裡頭呢 你就可以感覺到有一些部分呢還是沒有去塗到的 當然這個也就不苛求它太多了 包括拉開之後這裡的脖子也是沒有塗到一個舊化 但其他的部分呢 就給各位做個展示吧 這個一樣剛在車型下的時候 展示過的這個鏽化的感覺 你看生鏽的鏽啊 鏽化的感覺 胸口的部分 這個這個地方啊 這個有點斑駁的這種鏽機啊 看上去是特別特別的讚對不對 我從這邊看啊 這個好像是電腦畫出來的這個CGI一樣的感覺 非常的不賴耶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可以轉動啊 內側也是有補到一些塗裝的漆面的 那這兩片的話呢 兩側的一個部分好像是留下來 這邊有一個白色的一個 這個部分不是我補的 也不是我刮傷啊 應該是他自己做出來的一個效果 那特別是這一些 在塑膠灰的鐵灰色的塗裝上面 就是原色版本 鐵灰色的這些塗裝上面 加上舊化的這些生鏽的感覺呢 我都覺得是這一款裡頭呢 做的最棒的幾個部分 那就給各位呢 做這一集的一個 舊化版本的BC01的一個展示 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啊 因為大家這一款主要就是 賣的就是一個塗裝了 那你說它的一個把玩性呢 當然是沒有像官方版本那麼樣的流暢 但是變形上還是可以啊 那如果是你要玩這一款這個 舊化塗裝版的話呢 當然變形的時候 你是一定要自己再小心一點 這個就不要說我們 這個就不要說我們 還要不要提醒你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這個好像是 不是他的部分 我這個是好像是什麼東西 沾到什麼東西啊 有蟲來給我下蛋嗎 OK好吧 連蟲過來你就知道 這東西看了多舊了對不對 那整體來說的話呢 做工什麼的也都還過了去 比例上的話就不大也不小 但是它的一個塑膠的硬度 我說過它比較接近官方的一個塑膠 那變形的難度呢 則是比較接近於黑曼巴 算是一個很合理存在的傢伙吧 就是你的體型像它變形難度就像它 你的塑膠像它 又有那一份的把玩的一個手感 然後突破了原本官方原本的配色 也不走黑曼巴的華麗配色 而走的是一個低調的一個配色 之後甚至再做出一個更加舊化的配色 也算是在MPM04的這一塊 各種KO山寨的這一塊大餅上面呢 算是也殺出了自己的一條道路吧 那就利用這一集的話呢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就跟各位進行到這邊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